是这样吗 其实刚刚我们也谈到说 吃干饭吸饭 那其实很多 我们所谓吃太饱之后 胃会不舒服 不一定是溃疡的症状 也有可能是所谓 胃酸逆流的症状 那就是我们吃太快 那吃太快会吞很多空气下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胃会比较脏 那这个时候就引起 我们的胃酸逆流 那胃酸逆流的话 它跟溃疡有相类似的症状 比如说像一些疼痛 也有人像恶心 或者闷热感 那所以很多病人的话 在他产生这些症状的时候 他会解释成他自己有溃疡 不过其实在治疗上的话 溃疡跟胃酸逆流 他们用的药物也十分的相似 那我们目前所用的药物 都是清离止阻断剂为主 那所以常常有的病人看到药单 他以为他是治疗溃疡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 那另外是脚口香糖 脚口香糖脚太多也会胃溃疡 其实这个的话 没有直接的证据 跟刚刚那空气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 有亲密爱人的朋友 接吻也会有胃溃疡传染的可能性 对不对 对 这个是有点 共用筷子都会来接吻 那因为这个也是 幽门螺旋感菌的关系 所以有可能会经由接吻而传染 可是这样子应该很难过吧 尤其是舌吻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把舌头放进去好了 因为那更容易了 因为其实发现那个牙菌般 脸面也会有这种幽门螺旋感菌 可是情到深处的时候 难道不kiss一下吗 对不起我怕你会有胃溃疡吗 我们清瓶点水就好了 所以就是接吻的确是会导致 对方有没有胃溃疡 如果有的话就不清了 就不要了 安全之吻吧 老先磨拿出来 这个太煞风景了 这个 不过还是要特别注意了 好 另外这个就更匪夷所思 频繁自慰的话会导致胃溃疡 有人是说这个频繁自慰的话 前列腺素会分泌的比较多 所以是这样子吗 其实完全没有临床根据 那其实我们现在 大家可能看到一些文献资料里头的 前列腺素 它指的是一些细胞发炎的物质 那很多细胞都会产生 这样前列腺素的物质跟发炎相关 那所以当我们前列腺素受到 尤其是像我们的胃酸分泌的话 它可能比如说像一些 肺类固醇性的消炎药 它就会降低我们的一些 保护性的前列腺素 那因为我们的保护因子下降 可能我们就会得到溃疡 但是这个前列腺素 跟我们那个智慧 那个前列腺素没有关系 所以没有差别 平凡自慰不会导致胃困